字幕 李宗盛 海人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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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之前也教過大家 插花有七個步驟 而一盆花裡的結構 我們就說會有三個部份 有線條區、有主體區和焦點區 而構成這個花形的一個組合 我們需要有五樣元素 今天就和大家逐一去講一下 我們叫它做插花五寶 有五種元素是我們插花 我們需要有這些材料 構成一盤基本花藝的造型 這五樣元素分別有五樣 就是半枝、主花、半花、蓋草、碎花 常用的半枝 我們會有龍柳 山尾葵 龜貝葉 馬尾 主花方面 我們會有八百合 長、木百合 天堂鳥 半花方面 我們會有玫瑰 康乃卿 太陽菊 吉緊 蓋草 蓋草 那方面 我們會有荷芒 沙巴葉 米仔蘭 愛華葉 好 碎花方面 我們會有跳舞欄 彩星 無望我 和美女嬰 現在跟大家逐一去介紹 每一樣東西 它的功能 半枝 剛才說過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半枝 半枝主要是做一盆花的線條 造型是怎樣 其實都是靠半枝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有時候我們差不多說 你插花 半枝是整盆花的靈魂 如果你做得好 其他部分 亦都做出來的效果 亦都相當不錯 相反 如果你譬如在半枝 運用 做得不好的話 即使你用上很漂亮的 煮花 或者半花 其實效果都未必那麼好 就所以說 都建議大家 學多些 怎樣去修剪不同的半枝 例如葵 怎樣剪 怎樣織 兩塊 怎樣用呢 三塊 怎樣用呢 譬如說那些 水竹草 怎樣可以屈三角形 怎樣去戒絲 或者其他 譬如說椰葉 春蘭葉 怎樣去屈圈 或者怎樣做波浪形 這些全部都是大家需要學的 我們說呢 半枝呢 是可以做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線條 或者形態 甚至乎你去到一些 比較上大型一些的 一些的作品 你更加需要用 可能超過一種 或者兩種的半枝 去令到你那盆花 那個線條 形態呢 是更加突出 還有呢 是有創意的 好了 我們做了那個 線條 當然呢 我們呢 亦都要有一個 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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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呢 我們就說呢 你用一些 煮花 即是煮花 這些煮花來講 就 常用 剛才都講過了 就算你用掌 圍蘭 天堂料 都不錯的 好了 那數量是怎樣呢 通常呢 就不會說 好像 半花那麽多 你可以少些 譬如說 普通一盆 初斑的尺寸 你大約是 兩至三個煮花 那就足夠了 譬如說 你要插好大型的呢 你可能需要 多些煮花 所以來講呢 煮花是成為 一盆花的 焦點 也都呢 主要我們會 擺在 一盆花的 我們叫焦點區那裏 譬如 5點 6點 7點 這部分呢 就是這盆花的焦點 好了 那我們說呢 一盆花來講 除了 線條 又有個焦點花 你也都需要有個主體 主體 主體呢 主要來講呢 我們是要靠這些的 半花 半花 常用的半花呢 我們就說 有四朵金花 那哪四種呢 是我們常用的 的半花呢 剛才都提及過的 有玫瑰 康乃興 太陽谷 和吉緊 那這幾樣東西 雖然你說是四種花 但因為呢 每一種花都有不同的顏色 大小 所以來講呢 其實那個的 類別都很多的 甚至乎呢 一盆花呢 也都不需要 只有一種盆花 那你可以說 玫瑰加康乃興 太陽谷加吉緊 玫瑰加吉緊之類 也都可以 那所以來講呢 雖然說四種的盆花 但是呢 它已經可以呢 是在一個主體裡面呢 可以令到這盆花呢 是很豐富的 那麽就同來講呢 這個主體呢 是佔整盆花 是大約有5%的範圍呢 都是這些盆花的 那麽呢 就 如果譬如你插花的時間呢 你不可以說 用太多的主花 相反呢 你也都要呢 擺適量的盆花 那麽就剛才講過了 8%是焦點 8%的範圍呢 其實都是盆花來的 那麽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一方面 那麽就盡量呢 挑選呢 這四種的盆花 那麽當然呢 譬如說 有時候插花呢 你除了說那個花型之外呢 你也都可以在 顏色那方面呢 去做一些配襯的 譬如說 舉個例 我有單色系列 我就算 主花是 譬如說是紅掌 那麽我亦都可以用紅色的大丁 那麽就形成一個紅色的系列 或者呢 你用 譬如說我用白不合 再加白玫瑰 那麽白色的系列都可以 那麽所以來講呢 就算你說 常用的盆花好像不是很多 但因為在顏色 和在種類配搭那方面呢 你亦都可以就有相當大的彈性 那麽令到你的盆花呢 在主體那方面呢 會更加豐富的 那麽我們講到蓋草了 蓋草 那蓋草呢 那麽我們呢 就主要來講呢 就有兩類 一類呢 就叫做平葉 一類呢 叫做碎葉 那麽 那麽平葉來講呢 譬如常用呢 我們就用沙巴葉 扁身一點的 沙巴葉 那麽另外呢 有一種呢 我們叫做碎葉呢 就是這個 或者呢 是沾形的 球狀形的 那麽就 譬如說米仔蘭 愛華葉啊 天東啊 山西啊 那類呢 都是屬於 是沾形的 或者是球狀的 而一塊一塊的呢 芒葉呢 沙巴葉呢 排草啊 這些呢 都是屬於是平葉 平葉呢 主要是放在底部 或者我們用來做貝葉了 貝葉 而碎葉呢 而球狀的 或者 尖形的 一束的 那麽 那麽米仔蘭啊 這些呢 我們用來做啫泥 遮花腳 那麽 所以我們講 兩種葉呢 都有 各有不同的功能在這麽 那麽 那麽 所以大家 插花呢 也都需要到 有這些的 蓋草了 做一些的襯托 和遮泥那個的效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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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去到呢 我們就叫做碎花了 那碎花呢 是整盤花裏面呢 我們最後的步驟要做的 那碎花呢 通常呢 是指 比如說是一枝真的細的花 跟明尼的花 那麽 那麽 是 比如說 もま我 蘭蘭 跳舞蘭 彩星啊 黃彩星啊 呦果啊 綠足球啊 這些全部呢 細細底的花呢 可自製成這在這個碎花 和 那麽最主要的功能在做什麽呢 我們要豐富 整盤花的線條 和主體 那麽 所以它佔的面積其實是很大的 由8分5到8分8 即是由主體區伸延到線條區都可以 所以碎花亦是必須的 你想像一下如果一盤花只得大花 沒有任何的花 其實那盤花的協調性會比較低 相反,我們說一盤花裏面 要有一些碎花,令到那盤花望下去 你會覺得是豐富一點 無論是線條或主體 你都會覺得是很豐富 以及感覺上是很協調的 今堂跟大家說了 這個叫做插花五寶 插花五寶主要應用在差不多任何的 level的花藝上面 無論你是初級好,高級插花也好 我們都需要有這五種元素 插花五寶,我們都會是根據我們的七個步驟去做 所以同學不要混淆了七個步驟 就同插花五寶 他們兩樣東西是不同的 七個步驟我們是指插花 那個線後次序 而五寶是我們說一盤花裏面的五種的材料 五種的元素 同溫一下我們這個插花五寶的功能 那線條 即是我們說這個叛枝主要是用來做線條 好了,主花是主要用來這盤花是一個焦點 而這個叛花是整盤花的一個主體 至於你說蓋草 我們用來做一個襯托 或者我們用來遮蓋花泥、花腳 而最後的碎花是豐富整盤花的主體 甚至線條 所以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功能 所以大家在插花的時間 不要說我用死一種花 只用大花,或者用半花 半枝又不用,或者碎花又不用 相反,每一樣東西你都需要有一個協調 不要說忽略 當然有些個別的創作 我們可能會少了 一樣兩樣都不頂 例如說你那盤花裡面 可能就只有一個盤花 沒有大的花 或者是沒有了一些碎花 不過這些情況都比較少 我們說正式的一盤花形的結構 或者是一個好的形態 其實都是需要這五樣東西去組成 希望大家日後去買花的時間也好 去做花的設計也好 你都盡量以這五樣東西 來做一個核心的創作 一個組合 令到你這盤花看下去有鮮條 有主體 亦都有焦點